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前线新闻 我是向荣 头条是打过AZ疫苗 仍然确诊台湾出现了首例 今天新增了两名华航确诊机组员 但即使已经打过了第一剂疫苗 隔9天却发病 英国只出12天才能够降低感染率 都是航空公司的机师跟空服员 华航机组员在传确诊 新增两例还没判定是本土还是境外 原因是两人传染途径带伤雀 安一五三三十多岁确诊机师 4月16号到18号曾执勤美国 回来拘检期满采检阴性 25号机师转案除了采核酸 抗体血清也都是阴性 直到5月1号出现症状后再采才确诊 而案一五四空服员 同样在4月22号到25号执勤美国 回台后在诺富特检疫期满采检阴性 29号因诺富特清空计划 隔天再采 5月2号开始发烧胃痛 结果出炉也确诊 更是近期华航案首例确诊空服 特别的是两人有过接触室 目前还没有归类 目前但我们现在知道 一五三跟一五四有接触室 他们两个足机应该是 他去接他出来的 从指挥中心目前公布的 确诊机师足机来看 4月29号凌晨去了 北市松山区飞镖运动酒吧 当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 也到海珍私房菜名声店用餐 其中4月29号凌晨 机师还是接了刚检疫完的确诊空服 一起去酒吧 隔天早上空服员 因诺富特清空计划被召回裁检确诊 是不是相互传染还要查 但消息传到店家额里吓坏了 我是刚刚所有的朋友跟我讲 然后我看到新闻的这个 我才知道地理应该会自我能隔离 对然后员工应该会自我去检测 但我们先消毒三天 然后都OK了再来 两人目前都在治疗 但传出这例案 1153 机师在发病确诊前 早就已经接种过AZ疫苗 怎么还会感染 指挥中心这样说 他在接种的时间还不足 处于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那根据英国的研究 在接种后12天 那他才处于发 处于产生这个保护力 确诊及时4月22号接种过AZ疫苗 隔9天5月1号发病 另外也有医师表示 AZ就算打了第一剂 多少还是有效 而且感染之后也不会重症 华航诺富特风暴已过半个月 持续延烧 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TV片新闻综合报道 追逐诺富特饭店的群聚感染 确诊水电工层道通风不好 走到狭窄的B1餐厅吃饭 跟4名员工形成重叠 在施工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工作的人员 那我们有知道说 他们可能有在B1的地方在供餐 虽然陈时中证实 确诊的外包水电工案1145 可能有在案1127工作的B1用餐 但还是无法确定 到底他的感染源是谁 因为其他三个人都有嫌疑 案145是诺富特饭店 外包水电工程人员 他平常的工作 从4月初到4月28号 几乎都在里头 而工作的区域 是在一管的三楼五楼还有六楼 以时间轴推断 感染的诺富特员工 案1127、1129、1128跟1120 分别在4月29号跟4月30号才确诊 而1145水电工除了休假日之外 从4月初到28号 一直都在饭店里面工作 也就是说感染源是来自确诊的员工 最一开始的感染源头 也是目前追溯的重点之一 初步研判可能是案1120 检测后发现跟私立机师 基因序列相同之外 却跟案1101差了三个位点 也跟案1102差了四个位点 推断诺富特群聚感染的源头 是不是有两到三个 其中1101跟1102 他们其实都是从国外直飞回来 去检三天 就采检阳性 所以直飞的地点 也分别是德国跟美国 所以来源本来也就不同 那我们知道英国变异株 目前就是全球主要在流行的病毒株 所以当他有这个位点上不同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把这个他自来源不同 列入这个可能的研判范围 4月29号诺富特饭店在清空的当下 这名水电工程人员并没有被匡列 而是到了5月1号 也就是有三天的时间 他才被追回 不过呢 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传染力 恐怕病毒也已经被带进了社区 疫情持续延烧 列自主管理的非饭店员工也确诊 目前甚至无法确认感染源 到底是不是有两到三个 现在只希望赶快完成检测 把病毒的源头找出来 TVBN新闻综合报道 那被空姐透批自私的泰国台商 确诊后引逆疫情逃回台湾 陈时中证实 他拿的是假的阴性报告 未造文书 害惨同班及28名乘客 入境时发烧这案 114959岁台商 就是这两天轰动东南亚的台商 翻遍了泰国再找的那位消失确诊者 当地卫生局先透过出入境资料 和当地台商等窗口 很迅速发现他5月2号飞回台湾 但现在也证实 他手里拿的阴性报告是假的 因为除了泰国检测出他阳性确诊 台湾再验一次依旧阳性 在里面没有缴交阴性的报告 跟伪造阴性的报告有这两份 那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伪造文书 那这属于在新市的部分 那我们会跟法治组再来研议 那需要厘清的另外一块 就是说是不是有隐匿疫情的部分 尤其他还在染疫情况下上飞机 好多长荣空服跟泰国台商不满 怒轰他实在自私 有关大家生命 那般长荣航空BR212班机 5月2号中午从曼谷出发 傍晚抵达台北 5小时航程中 掌握共49人 因此和他接触 28人为他前后排旅客 被列居家隔离 21名机组员因为有防护 列自我健康监测 然而不但由此影响 看到这个资料 其实我们其实很惊吓 很用气力的我们 就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个行为 所影响到的不是只有他个人 还有整个台商在泰国的形象 一开始大家猜 他是为了选医疗费 在泰国没有社会保险的话 医治新冠肺炎恐怕得划破百万 相比台湾有健保差很大 而且床位更吃紧 加上泰国正面临第三波疫情 截至5月3号 确诊数达68984 台商确诊比例增加 需要协助 先找住泰办事处最保险 DVS经文组合报道 华航防疫旅馆的外包水电工确诊 指挥中心公布了他的足迹 去过新北卢州的饮料店 跟烤肉店还去诊所 让没被通知的业者气炸 按145东富特饭店的外包水电工程人员 4月26号和29号 都来到同一家的饮料店消费 不过他待的时间 大概都有一个多小时 所以他可能就是在外面的座位区来用餐 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骑楼 饮食也不可能戴口罩 因此周边曾接触的人 有没有可能受到影响令人担心 看到足迹中 4月26号到卢州中华街上的黄爵饮料店 待了三个小时15分钟 29号也有超过一个小时 时间都不算短 就是今天暂停营业啊 不能卖啊 一定要不能卖 业者看到新闻紧急拉下铁门 连外送订单响起也先聚单 随后内外进行消毒 另一家卢州民意街上的 集业烤肉饭业者 同样也是现在才知道 足迹就在店内气炸了 炸大跳还吓一跳而已 都没讲 你要讲 都没讲 现在还没来通知啊 这是刚才在看电视才知道 没弄不知道啊 好 太扯了 真的是太扯了 台面上的鸡腿 通通不能卖了 内部先做消毒 这里案1145曾经去过的 烤肉饭餐厅 只有两百多公尺的一间补习班 因为担心足迹太接近 从5月3号开始 自主停扣 五天教育局也正式消息 脸书社团上还出现 有人说卢州一带 有国小学生请假 传出疑似原因 是没有同住的伯父确诊 让不少家长担心 教育局表示 校方没有接到确诊案例通知 但确实有零星学生请假 另外案1145水电工程人员的家人 接获通知 从新北市回到桃园另一个住处 里长不满 没通知无法做消毒 是不是应该要有相关的一个通报 让我们当地的里长 担心的就是阴转阳的各种状况 自发性做消毒 不过卫生局为何没通知 因为基于个资 再加上未确诊 因此才没有大动作消毒 就怕惊扰社区 但一个人确诊 可说是千亿法动全身 接触的人员越多 影响的程度势必扩大 TV北新闻 顶界新风暴 700名的疫警餐需 居然被泼洒上千只蟑螂 不到24小时 五名嫌犯全部落网 未成年女嫌共称 追讨1500万债务 泼蟑螂是为了教训餐厅 餐厅宴会进行中 两名男子冲到柜台前 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抓起手上的白色袋子 用力甩 上千只蟑螂却掉在地上 餐厅人员发现后 生怕影响餐会进行 急着先用脚踩 但这么踩都踩不完 不明男子 泼洒上千只蟑螂 发生在台北市 新生北路的巨星会餐厅 没有多久 这群犯案嫌犯 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逃逸 并选在北投中央北路 一段会合 当时五个人坐在车内 违规并排停车 许诺远警 上前蓄意 盘查身份 但因为没获报 中山泼蟑螂的讯息 确认没异状后 就将人放离 但令人担心的是 难道是黑帮挑衅警察吗 因为活动中 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 以及新北市警察局长 黄宗仁都有出席 破章事件 时间点很敏感 上个月底 松山分局被黑人闯入 接着北投黑帮 又大喇喇进警察局 北市警局不敢大意 这场参会中 洗开70桌 现场超过700人参加 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仁 在六点半抵达 七点离开 两名男子则是 在晚上七点二十四分破章了 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 四十分才抵达 不过餐厅内有立委 议员还有其他分局警官 恐吓议文浓厚 可能跟餐厅的纠纷 比较有可能性 跟当时 在餐厅内宴会的团体 可能性较低 因为他们是在餐厅的柜台 泼洒蟑螂 并没有进到宴会厅 相关的包厢里面去 无故被泼蟑螂 巨星会暂停营业一天 进行内部消毒 这间餐厅前身叫警华楼 后来经营不善 2019年议员肖敬腾的前老板 吴振南接手经营 砸下1.6亿改装 由于价格亲民 除了警察或市府局处餐会外 黑帮也曾在这扮尾压 只是这么大厂的活动 哪些人会出席 不排除嫌犯 早就掌握预谋犯案 TVB新闻总部导 警方查出 五名嫌犯都有帮牌 被警分别搭气机车离开 在北投会合 还因为危规停车 被远景盘查 但没有异状 全部放心 当时两名男子 拿着上千字的争冷 就往餐厅里面走去 准备犯案 而同时 他的同伙一男一女 就在外头拿着手机 全程录音 还帮忙把风 当时两名男子犯案后 就头也不回地冲下楼 警方调查 嫌犯一共五名 四男一女 拥有北联邦和竹联 北投分会的背景 两名动手的男子 是骑车抵达 另外三人 则是开着一辆休旅车到场 其中一男一女 下车录音把风 等到犯案后 动手的两人骑车逃逸 其他人搭乘休旅车离开 车子一路从宴会馆 到大同区市林区 横跨到新北市三重 卢州以及淡水 最后回到台北市的北投 五名嫌犯会合 因为违规停车被盘查 但最后因为没异状 遭到放行 事件爆发后 有网络卖家发现 5月2号下午 曾经被网友私讯 急着要面交上千只的櫻桃红章 这外来种的蟑螂 是常见的宠物昆虫饲料 体仓1.5公分以上的品种 上千只的网络价约近千元 就是一般买家不会 就是可能密我说有没有货之后 会等我说那个回复之后 他才会继续再密 密的比较平凡一点 一般会等我回复之后再运 可是他是连续密三次这样 林先生说过去也曾遇过 要买上千只的买家 但这次对方口气比较着急 觉得可疑 只是嫌犯又有帮派背景 加上近期北市警局风波不断 也引起外界联想 不过根据了解 巨星会宴会馆 近期因为老板吴振南 借钱周转生意欠下债务 加上上个月也曾发声明 称餐厅被盗用照片 因此警方初步怀疑 是金钱纠纷引起 但因为蟑螂满地爬 北市警察大动员 也是前所未见 蟑螂之乱 北市议员轮番炮轰 王侯为痛批黑道 把警察当软脚虾 王世坚形容电影脚头的剧情 真实上演 怀疑警方的导向餐厅债务 想带风向 史无前例的泼蟑螂之乱 如同再给北市治安 连续好几记重拳 王世坚超级怒 更痛批第一时间 警方把事情倒上债务纠纷 根本想息事宁人 警方也可以大事化小啦 也可以说那怎么办 那请环保局出面咯 去向波杀人罚款6000元吗 还有公民党议员 也把副局长和分局长抓来电 两人在咨询台上 被连珠炮炸到哑口无言 能不能限期破案 分局长自己都没信心 被问到是否和近期很红的 北联邦有关 也只能关枪回答 今天帮妹是把你们看成什么 蓝脚虾吗 帮妹如果真的怕的话 他把小弟推出去 也要赶快来给你们一个交代啊 他不怕你们嘛 主联邦不怕 北联邦更不怕 咨询当下距离颇张事件 已经19小时左右 议员痛批黑帮不把警方放眼里 整个北市警局脸上无光 虽然在咨询不久后 警方就逮到其中一名18岁女子 但还有四人在逃 这电影般的夸张剧情 议员们难得抛口一句 再看新北一起车祸 撞车的客运司机却加速逃逸 被害车主发现 问奖望了闪避路边 围停轿车才跨越双防线 警方已经对围停的驾驶开了发弹 开到一半 左侧车身突然被撞 回过头客运竟然直踩油门跑了 一名目的骑士回转追过去 但追了几个红绿灯 客运不停就是不停 很多红车然后开很快 那我那天刚好 去过来的时候就看 刚好看到一台公车跨越双防线 然后就插到那台 好不容易拍到照片回头传给 受害车主再交给警方 二号下午一点多 西美市永和永元路上发生擦撞 警方调查 肇事的国光客运 疑似为了闪避 围停红线的36岁游行驾驶 才会跨越双黄线 但他直直往前钻 没注意这条马路有点窄 撞到对象叫车后 停都没停 留下弧性车主和被撞的车 他是有意识 然后中叫我故意跑掉 因为围停的国光行 然后他跨越双黄线 所以他应该从后到来都知道 就非常的消极 然后也都没有主动来跟我联络 回到现场 其实被怒服并不是非常宽敞 只要有车辆 围停在旁边 客运要绕道而行 就必须跨越双黄线 要是发生事故 非常的危险 21岁 楚姓司机事后 被警方通知到案 工程根本不晓得自己撞车 警方检视行车记录影像 和车损 评估碰撞声音不大 后照镜也只有轻微刮伤 司机恐怕不知情 并没有举发肇事逃逸 但围停轿车 则是当场被开单 并列为事故关系人 客运业者说 碰到类似情况 如果真的有肇事 依照SOP 该赔的一定会赔 业者会先处理 等责任联清之后 在依过失程度 向司机求偿部分金额 只是回头看 这条路已经很窄 围停得了短暂方便 却让路上的车陷入危机 TV微信物 就先李杰 新闻就算我报道 酒驾罚太轻 新北明其实没放眼里 他闯红灯后 被警方发现 一开始假装配合 但远警靠近 就催油门 逆向逃逸 却第四次救驾被捕 远警喝着停车 骑士装作 没听到 催油门继续往前冲 但支援警力 早就在前方等着 远警前后包抄 骑士这下往哪逃 不配合警方 还拼命挣扎 下场就是被压制在地 切上警力拦截围捕 追的就是他 38岁的王姓骑士 几分钟前 他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 闯红灯 被巡逻远警发现 先是靠边停车 下一秒 尽当警察的面 逆向逃逸 骑士当时就在这个路口 闯红灯被警方 一开始他还假装要配合盘查 不过当远警一靠近的时候 他却催油门络跑 还不小心撞到警车 王姓骑士一号晚间八点多 在新北市戏纸大同路 遇到警方拒绝盘查 沿路钻小巷 沿着公园路 中正路 和平街 建成路 逃逸一公里 最终在乡长路被带 这么费力跑给警察追 原来他浑身酒气 酒侧气一吹 0.35 已经超标 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救驾被带 警方调查发现他过去有三次救驾前科 没学到教训 还救驾上路 警方不手软 硬起来开单 救驾罚还最高9万 若五年内累贩还会加重罚款 加上他逆向行驶 闯红灯 最重吃下近10万罚单 喝酒骑车 拿自己也拿别人的命开玩笑 难道真的要出事才会学乖 TVB新闻 全员监狱期新北市报道 高区一栋25楼 高楼大厦早上发生了火警 数百名伤班族被紧急出散 无人伤亡 不过是五楼电动单车的零件公司 全新锂电池爆炸元首引起 大批三班族沿着逃生梯往下走 通通要到一楼疏散 原来稍早前听到管理室广播 大楼发生火警 位于高雄市民生路上 这栋25楼高的上班大楼 4号上午10点左右传出火警 上百人遭到疏散 只是大家除了闻到烧焦味 似乎还感受不到紧张气氛 五楼二他们电池那个爆炸烧起来 我比较迷迷的 我就晕了 果然越往上走越是厌恶弥漫 终于来到五楼这间办公室 除了看到滴上积水 消防队也架起大型抽风设备 忙着排烟 原来这间公司 经营电动自行车的相关零件批发 室内右边摆放着好几部全新电动车 而左边地上则是有存放一颗颗的锂电池 没想到单独存放的锂电池 居然无预警突然自燃 由于锂电池没有装进 车之内因此排除是自行车 线路短路 但到底是电池的保存有问题 还是产品本身有瑕疵 造成这起意外 业者也将等见识结果出炉 再来向制造厂商提出求偿 毕竟这场火警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却造成大楼 数百人担心害怕 可不能再有瑕疵 TVBS新闻张力玲何一信 高雄报导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